在刚才一节课的下入门里面 那么第二个案例还没有去实现它 那么这节课那么把第二个案例来给它实现一下 先来读一下案例的要求 使用ROOT帐号创建一个TESDA2.SH 并且还要执行 那么先把这个操作给我走一下 TOUCH当前下面的TESDA2.SH 先创建它 创建好之后呢 说要实现 我们要运行这个脚本之后呢 要实现创建一个CELTEST用户 并在其加目录中 新建一个文件叫TRY.ITM 创建一个这个文件 行 那么现在的话来写这个代码 TESDA2.SH 第一行 警号 判号 这地方不要写错了 我们前面一直用ETC 这时候你别再写ETC了 并下面的BSH 然后呢 第二行 它说干嘛呀 先去创建一个用户 之前呢 咱学过创建用户 只不过之前那个命令 我们在外面执行的是吧 那么外面执行呢 它也称之为CEL 那只不过现在我把它放到脚本里面去了 那其实写法和在外面写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写的时候呢 你就把它 这里面这个命令的写法 你就认为它其实在命令行李执行是一样的 就可以了 所以原来在外面怎么写 我们现在还怎么写 那就是创建用户 user idd user idd 然后 shill test 它有说什么指令用户组什么的吗 没说吧 没说那我可以了 那咱就这样行了 这是这个命令 后面这个分号加不加呢 随自己 想加就加 不加 没事 后面的命令换一行就是了 然后呢 他说在其加募录中 在其加募录中 谁的加募录 是不是小test 千万不要搞成自己的加募录啊 是小test这个加募录 那现在的话 我要新建一个文件 使用的是谁啊 touch 然后他的加募录 按照我们正常的情况下 应该是在home下面的 shill test 下面是吧 创建一个ty. 还在秒 其实在写的时候 你发现 这两个命令 和我们在外面写的命令 是不是一样的 语法一模一样啊 没什么区别 没有什么区别 然后这个颜色呢 都是白色 不用管它啊 不用被这个颜色给吓到 它就这样的 那么写好之后呢 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可以保存了啊 这时候呢 我们命令呢 又更加丰富了一点了 之前直接给输出 现在呢 又可以多点浓稀了 写好之后退出来 写好之后退出来 保存 交本有了 代码有了 缺少一个执行权限 CHMOD 其实也不需要 所有的人都加这个X 就看谁想执行嘛 那么当前那个应用者 应该要 肯定要加个X的啊 也就是U 你必须要加个X 至于其他的加不加呢 咱无所谓 但是如果说你图审室的话 就全加个X 这也没有问题 它打扰点SH 这个呢 是前面两个步骤 然后呢 咱现在要做的就是 执行这个交本文件了 执行交本文件 那么交本文件执行的时候呢 这地方呢 我们再扩展一个 另外一个执行方式 刚才呢 我们不是说是直接写这个路径呢 是吧 那么交本执行的另外一个方式 另外一个方式 另外一个方式就是 记录那个路径 也就是 Bing下面的Bass 空格 加上交本的路径 加上交本的路径 这种写法 也可以执行我们的交本 也行 当然这种用法 现在常不常用了呢 我们先比较一下 大家觉得是这种简单 还是这种简单 那肯定是上面这种 是吧 所以这种用的比较多 这种呢 用的比较少啊 也可能说咱以后 或者或见到什么地方 有这种写法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他也能执行交本文件 了解一下就行了啊 这个不要求咱就说 以后呢 非得用这种写法 知道他可以这么执行就行了 那现在的话 我们就可以试一下 看好不好用 Bing Bass 解释器 解释器让他解释啊 解释谁啊 解释他 2.sh 那这个时候 注意啊 你这个点杠呢 加不加就随你了 加不加就随你了 为什么随你呢 因为我们并不是 单独执行这个文件 而是 主要是执行他 他2.sh呢 只是我们传给他的 一个选项而已 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无所谓啊 哎 无所谓了 行 咱执行一下 没有报错吧 哎 没有报错之后 咱列出来看看啊 看可不可以 号码下面的 谢谢啊 有没有 哎 有了 有了是不是执行成功了呀 哎 要是执行不成功的话 那肯定是没有的啊 行 OK 没有问题啊 啊 这种执行方式呢 也是可以的啊 但是以后呢 咱还是少用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呢 因为他东西呢 要写多一点 还要写这个beam bash啊 这个路径 路径 虽然说要记着 但是呢 多写呢 也挺麻烦的啊 所以呢 就建议啊 还是用上面这种方式吧 啊 beam bash beam bash 当然除了这个beam bash呢 刚才有同学问啊 说还有个sh这个文件啊 的确 ll beam 下面的sh 这个文件 它也能执行我们的小脚本 为什么它也能执行 看这个就能看明白了 它其实是beam bash这个会计方式 所以刚才那个命令的话 你这么来执行 beam下面的sh 后面的test2.sh 这样也行 这样也行啊 因为前面的咱介绍 希腊的时候 总类的时候 说过这么一句话啊 说这个 这句话 看看 是吧 是个快线方式 已经被beam bash所取代了 所以这个命令也行 知道就行了 我们主要呢 还是以上面这种 直接在路径下 运行这种方式为主 这种形式用的最多 所以呢 这回形式一定要会啊 下面这个的话 做了解就可以了 然后验证的结果呢 挡一点itm 它呢 创建成功了 那至于用户有没有 肯定有了 那如果用户没有 这个加配不会出来的 当然如果不放心的话 还可以验证一下啊 看它 etc下的 前面还有东西没删掉啊 删掉 etc下的pwd 有吧 有啊 beam bash 有就可以了啊 现在这个呢 是我们的第二个案例 它要做这个作用 那么在这个案例里面呢 有这么一个东西啊 那么share的话 它呢 分为 简单的写法 和复杂的 写法 那么简单的写法呢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这个案例 它所描述的也就是简单命令的堆积 就是把一些本身我们在命令行里面 输的命令 把它堆到一起去 那这个呢 就是西奥脚本 就是一个西奥脚本啊 只不过这个西奥脚本呢 是比较简单的 它是一些命令的堆积 那么和复杂的写法 复杂的写法呢 那它就是另外一种形式了 就是我们一个程序的设计了 那么这里面可能就会包含一些 比如说我们后面要讲的那个 变量啊 运算符啊 然后条件判断呢 啊 这些东西 那这个呢 就是稍微复杂的写法 但是前面这个呢 它也属于脚本的范畴 就是把一些以前我们用的一些简单命令 放到一起去 那以前如果说我们要执行的话 是不是得先去创建用户啊 然后等用户创建好了之后 是不是再输入啊 那当我们把它放到脚本里面去之后 其实我在命令行里面说的 其实就一句话吧 所以这样的方便呢 就体验出来了 啊 写一次 它会帮我们自行到底啊 这是它的一个方便性啊 那在第二个案例里面呢 主要是想说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脚本呢 执行呢 还有另外一个方式 这个方式呢 啊 作为一个了解啊 这个方式作为一个了解 然后第二个的话 主要就是说我们这个校脚本呢 它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个呢 是简单写法 也就是简单命令的堆积 第二个写法呢 就是复杂写法 就是程序的一个设计里面包含了一些其他的 像这个变量啊 判断 还有因素幅 这些操作啊 我们上面这个呢 是简单堆积啊 它这个简单化的教本 就是这么多的地方 一遍 一遍 这词 我们上下 一遍 那这位并不尽 那是一遍 因素并不得